2024大选总统候选人的政治现金收之现在也曝光 监察院公布民进党的赖销配获得了5.1亿元收入 是三党最多 其次是民众党的柯英配有4.07亿元收入 而国民党的侯康配则收入最少只有2亿多元 至于支出则是1亿多 但选举结果会有疑是第二高票 花的钱却比柯文哲还要少 对此柯文哲今天批评 他才不相信国民党的竞选费用那么低 根本是一群骗子 2024总统大选三党候选人政治现金曝光 监察院揭露民进党的赖销配收入达5.1亿元最多 扣掉支出剩下七百多万 国民党的侯康配收入两亿多最少 结余为六百多万 而民众党的柯英配有四亿多元收入 结余款最多达六千多万 选举结果虽然侯友宜第二高票 但花的却比柯文哲还要少一点五亿 蓝绿白这支现金花费 都以文宣占最大宗 据柯文哲的结余款最多 扣掉先前的小草感恩会花费 还剩下两千多万 将用于党工学习精进 蓝绿也都各有用途 蓝绿德主席将会捐出 作为照顾资深党员以及培育年轻人的相关经费 会捐作社会公益使用 侯友宜市长之前有规划 会以捐给党中央为主 政治现金收入也能反映出 选民对候选人的看好度 蓝绿德 横水蓝白 侯友宜沦为老三 甚至连柯文哲的一半都不到 蓝绿白这支现金收支 摊在阳光下 选民的每一分支持都要花在刀口上 谢谢这种报道